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好 那接下來Paul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英國倫敦有一個餐廳很厲害 對 這個是我去過朋友帶我去吃過 他說是 我今天帶你去一個 凱特房 黃飛跟威廉王子最愛去的一家 皇宮貴族餐廳聽聞很興奮 一定是大餐我就跟他去 而且去的時候他這裡面的裝潢 就很像那種以前有沒有東印度公司 什麼東印度公司 到世界各地 非洲 亞洲去探險 收集很多奇珍獵寶那時候 達英帝國那時候進來 我說好有這種貴族氣氛 就上一道第一道菜我就嚇死了 第一道菜就是下面這一個 齊聚花椅是他們招牌 什麼東西啊 蝗蟲沙拉丹沒有看到蝗蟲 超完整的一整隻 而且它也是超完整的 對 那都講得沒錯 以前我們其他去北京那種 說有炸過對不對 或果粉看不到這種表面 它那個是完全炸 然後後來我還問它的服務生說 你為什麼要完完整整的保留 他說這樣才是原汁原味 你才吃得到它的那種爽脆度 我說果粉炸下去的話 你就吃不到那個蝗蟲的味道 我說 我第一道我已經不敢吃了 我已經覺得有點脆 我不敢 我旁邊的菜 沒有沾到那個蝗蟲的菜 我有吃個一兩根 你浪費了兩根 但其他的有沾到 因為你沒有辦法活生生 一隻這樣完整沒有包粉的 一隻就站在你面前 你完全沒有辦法進去 然後我朋友就開始在笑 我說你們不是中國人很會吃嗎 對 什麼都吃嗎 怎麼連這個都不敢 我想第一道沒事 講第一道應該比較誇張 後面就還好 然後後面來的都是這種 所謂的世界各國的奇珍義寶 什麼斑馬牌 鄧林牌 犀牛肉 然後還有鱷魚肉 這些所謂的他們大英帝國 我那時候覺得奇珍義寶的東西都來 那不過還好是 因為它來的時候是肉 然後就比如說斑馬牌 你看到只是肉而已 所以你覺得說還好 我黑白條文不肯 盤子上有 對 但吃起來說真的 就很像很瘦的肌肉 就沒有油脂的肌肉 但最後一道的時候 也是用這個所謂昆蟲收尾 最後一道是那個 昆蟲甜點 對 就是那個 這什麼 就把那個 他說是活的蝎子 把它進到那個熱巧克力裡面 然後旁邊配個薄荷葉 對 然後配個薄荷葉爽口 巧克力蝎 巧克力蝎 而且它都活的時候就沾下去囉 因為那個是滾的嘛 然後沾下去 然後把它活活燙熟 然後就直接給你 所以你有吃嗎 這個我有吃它的尾巴 據說 他們據說是 其實還滿脆的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第一道真的 一來的時候我嚇一到 不過據說你覺得說 他們這樣東西 這種很奇怪的菜 應該賣得還好吧 沒有 每天大爆滿 然後我那個運動朋友說 每天大爆滿 忍大家都想要再吃一些 不同新奇的口味 我可以大概體會 因為蝎子 我吃過炸蝎子 但是蝎子就是吃起來酸酸的 有點像蕎味餡這樣 前面是整個設計 有點酸酸的味道 但是這把鍋巧克力 可能比較對味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那這金花貴嗎 非常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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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這樣一餐吃下來 一個人台幣大概要五千 六千左右 而且還要看你的主餐是 我記得最貴的是斑馬牌 斑馬牌是最貴 然後如果是鄧寧的話還好 鄧寧就蠻便宜的 所以那個時候要我選的時候 我也想說 不要沒關係 隨便來就好這樣 斑馬牌 這完全沒吃過 對啊 好酷 接下來英文要為我們這個介紹的 是挑戰我們心裡面的恐懼餐廳 我覺得那真的滿恐怖的 它在印度的西邊 然後有一個叫做 阿末達巴德的一個城市 然後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墓地餐廳 所以你現在看到那個綠色的 然後用那個欄杆圍起來 那個就是墳墓 真的嗎 對 它是真的墳墓 裡面有 這比例也太小了吧 對啊 然後這裡 是銀絲嗎 它非常有名的是它的 它的奶茶 它的奶茶跟甜點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可以在那邊待一整天 一開始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一間餐廳 它是一個就是 它是一個創辦人 他叫穆罕默德 他就在這邊 他一開始在這個墓地的旁邊 他是開了一個 就是好像賣茶 賣奶茶 賣一些小甜點 對 那後來慢慢的 因為人越來越多 有些人來這邊聊天 有些人來這邊就是找他 他就慢慢的越來越開 越大 桌子越來越多 然後最後就把牆圍起來 那因為他也很尊重那邊的使者 所以他就是也把 用一個籃根把他圍起來 每天早上呢 聽說餐廳的老闆呢 他就會幫他擦拭 擦過一次之後呢 就說希望你今天 可以帶給我好運氣 所以這間餐廳叫好運氣 這台灣應該蠻受歡迎的 人家有的要算牌的時候 都應該都會去那邊喝茶 你覺得靈氣很旺 而且人家都會 大部分人家都會認為說 如果在墓地餐廳吃 大概沒什麼人去吧 光想了就覺得很害怕 但他一天可以有三百多個客人 很多個墓地耶 對 非常多個 你不講的話可能會以為說 他可能是一個壯球桌啊 就是他其實是墓地 所以這些墓是 還有家人在的嗎 你們還有人嗎 就不是那種無阻孤粉那種 他還是每天早上他擦完之後 他會放那個乾燥的花在上面 就是他還是會就是拜他 然後就是跟他講話 可是這些往生者的家屬 不會覺得說 我的家人在下面睡得好好的 你為什麼要吵在那邊吵來吵去 沒有人抗議這件事嗎 他們其實 就是他們 我覺得他們對死亡 就是比較比較 平常性高 對 比較沒有 印度他們比較對死亡 是一直都存在的 就像他們的恆河 他們對死亡的感覺是 你生跟死都在同一條河上 所以他們對這個墓地的感覺 是比較覺得說 是可以帶給他們運氣 是非常好 也不會有什麼怪味道 對 那有些人在這邊待一整天 那曾經就有一個人 就是他就說 他們實在是太不尊重死者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然後那記者在問他說說 那我可以把你的名字講出來嗎 他說 不行 他說為什麼我不能講你的名字 他說 因為我偶爾是會 要喝上幾杯拉長的 你知道嗎 好頓喔 其實是習慣 對 他們還說是生活的一部分 真的很好喝 對 所以很多人就是慕名而去這樣 是 那怪怪類的資輩 也要再介紹一個 這個是到日本的東京 然後其實東京 我去過兩個地方 都還滿好玩的 一個是在營作的是吸血鬼餐廳 吸血鬼咖啡廳 它有點中古世紀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此代 是鬼屋 居酒屋 可是還滿可愛的 對 然後這個是 它就是有點仿中古世紀 那種法式的感覺 然後它服務身穿的是那種 是中古世紀的女僕 不是日本的那種女僕 是那種比較法式的 然後它整個環境裡面 它有分一層一層 然後它這個吸血鬼餐廳 你一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像這樣還滿可愛的 然後它有分廳 第二層的視野比較好 它叫Liver 叫圖書館 然後你可以看到的視野也不一樣 那這一間餐廳的話 就不是只有噱頭而已 它是東西真的還滿好吃的 然後它這個吸血鬼餐廳是 它菜餐裡面所有的料理 都跟那個 都沒有收 全部都沒有收 都是無黑人 都生的 它其實都是 都可愛喔 是有創意的 然後甜點也好 然後主餐也好 都很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那個 我們剛才提到的是 整個環境 你從一走進去的時候 它的整個地板 是好像是紅雪球那種 會流動的 這個 對 就是 對 然後它整個設計 是用紅色跟黑色為主 那其實你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就覺得說氣氛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其實還有 蠻多有趣的 像那時候我們去是 一群人的時候 然後它的料理來 比如說有六個 六個裡面就是 五個是正常的 然後其中一個 可能就是有問題的 可能是特別辣 或者是有芥末 或者是很苦的 正人的 對 就是你們自己玩 然後它的那個食物 有時候是用一個 那種骷顱的形狀的碗 然後裝 然後可以打開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直到晚上的時候 其實它有時候會配一些 聲光效果 然後跟音樂的氣氛 然後那個店員 也會來跟你做互動 所以這裡還蠻好玩 東西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它不是嚇人的那一種 不是可怕的 它就是旁邊也是有放那種 吸血鬼的棺木 就是營造是那樣子的氣氛 有點我們在看電影 那種吸血鬼的感覺 但不會吃一半 突然有人從裡面這樣 立起來 這一家不會 這家不會 對 這家不會 但是在池袋的 我講的那一家鬼屋 居酒屋會 那一家還蠻 我們還蠻喜歡去聚會的 那一家居酒屋 就是你一進去的 你要進去的時候 他會先咬你一口 他會發給你一個鑰匙 然後它有三道門 然後你自己要拿那個鑰匙去開 看要哪一道門 對 它可能這個門就打不開 然後這個門打開以後 你就走進去 然後它會有一個長廊 然後工作人員會領著你 到你的包廂去 是一間一間很像那種 KTV的包廂 就像有的是牢房的感覺 然後有的是像廢墟的感覺 那你進去的以後 你就是像一般的居酒屋 點菜 菜都點好了 然後這個 它的環境是暗的 所以你看不出來 其實它下面這邊 我們做過合室桌 它下面這邊有洞 上面也有洞 所以你吃到一半的時候 它有沒有那種半鬼的工作 你會突然跑出來 跑出來嚇你 然後送菜給你吃 太多了 太多了 那個串燒 然後有時候隔壁隊會有 隔壁桌會有 隔壁的那種包廂 會有那種盟友 就是他要一進去的時候 拎你進去的時候 會有像我們在看電視卡通 那種什麼 戰隊的那種 超人戰士 超人戰士 都是女生 他們穿那種熱褲 然後很短 然後他有時候會拿著 那個槍來救你這樣子 就是如果 你被一個 它會被鬼怪 會產生太多的 鬼怪跟太空真是好不太強 對 它有那個光束槍 它會衝過來救你 那這一家 我們就很常去拒玩 感覺小心應該不太去 然後價格也很便宜 就一般拒絕的價格 一道菜兩三百塊錢 然後酒也是喝到飽這樣子 可以去玩 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鬼餐廳 是在紐約的是嗎 對 這個是 因為最近Halloween快到了 然後我朋友就一直約我說 叫我們 你去過對不對 這個很好玩 他就說 他叫 他有好幾個翻譯的名字 然後他是改編一個小說 然後他叫 現在翻譯叫化身博士餐廳 他門口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有那種 古埃及法老王的感覺 然後你一進去 它也是一棟建築 然後一進去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他其實盡量都裝潢的 很像是那種電影的場景 然後他也是有分樓層 那他食物就蠻特別 他有一個是他們的名產 叫做腦漿派 對 就是一個骷顱頭 然後你要吃那個派的時候 都是 拿湯匙挖起來 然後挖起來是那種雪漿色的 像果凍那樣的東西嗎 還是像火醬 然後有一點像 雪漿肉醬的感覺這樣子 他有滿多道菜 都是盡量把它做成 是像那個樣子 然後其實去這邊的話 他也是工作人員很有意志 海底餐廳 海洋生物陪你吃飯 它有水母形狀的椅子 像這樣 好可愛喔 吃到 然後你過這餐廳裡面 你往外看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整個 海底世界的奇觀 有吃海鮮嗎 這也是吃龍蝦 對啊 給你不懂 這一次真的可以很舒服啊 這一間裡面是起本來 你也不懂了